杨幂是当之无愧的大陆一线女星,除了她本人红的发子以外,杨幂的工作室也捧红了不少人。 目前大红的小花底里热巴就是一个代表人物,不过这次杨幂捧的可不是热巴,而是她。 李希瑞出生于1989年,现年28岁,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,英才年偶像剧爱群睡醒了耳心入娱乐圈。 目前签约杨幂工作室旗下的扎行天下文艺文化有限公司,李希瑞其实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美女。 发长大的鹅蛋小脸,精致的五官,不凡冒美大长腿,基本人难力的恰到好处的演戏也非常的得人心。 其实李希瑞在圈中以木爬滚打多年了,在翻译关中李希瑞饰演杨幂的好闺蜜,她与赵银龙有过对手戏,不过从结果来看杨幂又火了一把,但对于李希瑞来说还是不温不火。 此外,李希瑞和李莉热巴在年初的热剧《漂亮的李慧真宗》饰演李莉热巴的闺蜜,观众们这个时候也开始注意这个配角了,这个演技好的小姐姐非常讨观众喜欢呢。 李希瑞以前一直是一个配角,不过这一次呢,据知情人士爆料,杨幂最近工作室参与投资的新剧《国民老公》已经确认让李希瑞当主演做了这么多年配角的李希瑞,这一次终于又结婚担任主角了。 此外,李希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,那就是歌手。李希瑞是以歌手的身份做到的,不过后来才进入影坛的,刚刚步入影坛就是当年的热剧《爱情睡醒》了。 2011年,李希瑞以歌手的身份退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一批《光热》而进入乐坛,后来才步入影坛的,李希瑞现在也算是熬猪头了。 不过呢,也有一些吃瓜选中夹早前,因为杨幂这时冷落了热巴,转而宠李希瑞。 其实,李希瑞热巴现在已经是单红的小花了,一个人也能撑起一部剧,根本不用杨幂的操心。